宝宝出生后,如果老人对孩子做这三件事,妈妈们务必要制止,宝宝的诞生会带来整个家庭的欢乐与幸福,尤其是父母长辈更是稀罕得不得了,因为他们当了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,把许多的情感都赋予在了这个新的生命上,而很多时候老人们一些亲切的做法往往会影响宝宝的健康。 所以宝宝出生后,如果老人对孩子做这三件事,妈妈们务必要制止,一、用母乳给宝宝洗脸。民间流传着用母乳给宝宝洗脸对宝宝皮肤好的说法,所以很多老人会根据传统做事,但是这种方法并不科学。 母乳营养,但是对细菌来说也是不错的营养品。长期将母乳涂抹在宝宝的脸上,非常容易导致细菌滋生。 不仅不能保护孩子的皮肤,还会损伤宝宝的皮肤,使宝宝的皮肤产生红韵或小笼包。 二、嘴对嘴给宝宝喂食。